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拾取医疗包或者由队伍中的医疗兵帮助回学 并且子弹补给也不能从地上偷捡了 必须找队友要子弹 暂时不知道会不会有支援兵的设定 也暂时不知道多人对战模式是否也会打改 一开始ExpoSan商店里的临时工 把多人模式写成了最多48人连击 吓了小便一跳啊 后来又改成了最多18人 总算是正常多了 任天堂财报公布 截止至2017年3月31日 3DS系列总销量为6612万台 财年内销量727万台 游戏年销量5508万份 微诱总销量1356万台 财年内销量仅76万台 游戏年销量1480万份 最重要的新主机NS 截止至3月31日 也就是首月销量274万台 其中日本地区60万台 美国地区120万台 其他地区94万台 游戏首月销量546万份 其中276万份来自于塞尔达传说 欢迎之息 游戏软件销量又超过NS硬件销量了呀 真的都是先买回去舔的吗 外媒今天放出了Xbox天蝎计划的实际对比截图 第一个场景对比了一下分辨率的提升 可以看出 由4K分辨率压缩后得到了1080P画面 会比直接渲染的1080P游戏画面 拥有更好的抗锯齿效果 以及更加锐利的边缘 更重要的是 天蝎座还提供增强渲染技术 从对比图上看出 同样是4K分辨率 增强渲染的瓢虫腿部有了绒毛 敷衍部位的细节 以及整个场景的纹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并且光线更加柔和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图像引擎造成的油腻感 看过大图对比以后 确实非常惊艳 可惜文章仍然没有提到有关帧数的评测 人王即将在5月2日更新东北直龙DLC 今天放出预告截图 看来除了新追加的剧情以外 还新增了双手太刀武器 以及可将主角威廉 变为女性角色 从截图上看 至少可以变成段照屋和阴阳师的两位小姐姐 光荣果然还是那个光荣啊 最后 尼尔机械纪元中文版 以及PSVR游戏夏日课堂公本光中文版 双双登陆PS港幅 大家注意身体啊 谢谢大家 音乐 多少 身体 käyt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